我和老婆是彼此的初戀 那個時候有激情 搂搂抱抱跟愛輔都很有感覺 那他們想把做愛留到最後 那所以呢都沒有做過 現在婚後兩三年了想做卻沒有辦法做了 因為也不夠硬了 他的硬度就是第三集帶皮香蕉 那以前是可以到第四集 就是小黃瓜的那種硬度 那因為這樣子呢 他現在也沒有辦法有性慾 我愛他但是開不了口告訴他說 我現在看到你沒有性慾 我看到你我沒有辦法這麼硬 因為男生的硬度的確 其中一個原因是新鮮感 你看到很新鮮很刺激的就會更硬這樣 所以他的老婆呢有說過 愛BB對我沒有興趣了 我都回他沒有啦是我自己的問題敷衍帶過 可是現實是當我幻想跟別人的時候都很硬 玩飛機杯也順利入 那該怎麼辦呢 我先講喔 在性上面的互動 你們不要把 你們不要把他拿來跟 愛不愛 放在一起 相提並論 這是兩回事 你們這樣聽得懂嗎 就是 如果我是用 煮飯的那種感覺 我好 我一樣用食欲來舉例好了 他說就是 那是我第一次煮飯給你吃 我剛學 我覺得很刺激很興奮 那我煮的時候也很開心 然後都會想要煮很多東西 想要煮這個煮那個煮中餐煮西餐 我很想要煮這種感覺 很想看你 看你吃 可是因為我們想要留到最後 我們沒有結婚 我們必須結合結婚完之後 你才能吃我煮的飯 所以呢 在結婚之前 我都只能煮飯給我自己吃 好啦 三年後我們結婚了 那當我要煮飯 給你吃的時候 我發現 我好像沒有那麼興奮 也沒有那麼刺激了 那怎麼辦 那 你問說 是不是因為 你不愛我了 或是 是不是因為 你 我沒有吸引力了 所以你就不想煮飯了 其實也不是啊 你就是那樣也沒有不對啊 我用這個舉例 你們應該比較能夠理解吧 那其實真正的原因 也不能說真正的原因 我講你們可以參考 真正的原因其實就在於 我們每一個人對第一次 就是會興奮啊 會期待啊 會幹嘛 讓男生在第一次射精的時候 青少年 都會很開心 很覺得很新鮮 然後才會射很多 射很多 你們現在去射很多 看你有沒有可能在射很多 不可能啊 你會覺得說 原來射精是這麼回事 那其實煮飯也是一樣 就是 就這樣子的條件之下 我之前 我很想 我第一次學煮飯 那個很興奮的感覺 在三年之後 因為我一直都煮給自己吃 一直煮給自己吃 那 三年之後 我要煮給你吃的那個感覺 然後加上 其實 三年之後 兩個人在一起久了 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 當兩個人在一起久了 那個新鮮感 跟那個激情感 那個荷爾蒙的改變 本來就會隨著時間而下降 這個是我們都必須要接受的事實 但是接受這樣子的事實 不代表什麼 就可以外遇 或者是就代表怎麼樣 不是 是要鼓勵大家 不管怎麼樣 都要在關係裡面 求新求變 讓兩個人都很新鮮 但是不是那種很累的新鮮 而是 當兩個人都處在進步的狀態當中 其實都會一直有新鮮感 老實說就是新鮮感降低嘛 那怎麼樣找回新鮮感呢 第一個 你以前怎麼煮飯 或是你幻想怎麼煮飯 你可以換方式啊 換地點啊 反正不要換人就好 看你要怎麼換 你可以換到你的 那個 生理需求的那個欲望 那個興奮感就可以出來 因為每個人興奮感不一樣嘛 或者是在車上啊 反正就情趣啦 製造不同的情趣 那這個跟你的老婆有沒有魅力 其實沒有關係 就是時間久了 這就是很現實的問題 沒有辦法 換地點吧 我覺得 可以先試試看再換地點 去旅行 對沒錯 去旅行 換個地點或是 車上 但是有些人對車子會有禁忌 或者是 在 廚房 廚房 好像如果那個台子夠高的話 你們看 你們看西洋片應該也會有一些 就是女生坐在台子上 男生坐嘛 其實我覺得 很多時候 試試看吧 把自己的心 心裡面 很多限制拿開 都可以 好嗎 那 這個 就是 必須靠我們自己去創造 那只要你是有心的 我相信也是可以做好的 OK齁 用玩具也可以啊